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圈 也和您有过合作 那您在剧组这么多年 您的经验太丰富了 什么人不光是服装化到您熟悉了 就是演员哪个人有出现出戏 有戏没戏 您也一眼就能看出来 但是这不是我的专业吧 但是咱毕竟在这个圈里见得多 一个剧本 看一个剧本以后呢 也能感觉这个剧本的那种说明东西啊什么的 能看个差不多 但是主要我们干影视就是 快乐 一直快乐 这个各服其责 你负责哪一部分 你就要请你全力不能让你出任何问题 而且一定要做到 您一般在剧组里数名 数什么名字 服装设计 一般是服装设计 然后呢您的名字呢 我叫韩秀杰 就叫韩秀杰 对 没有一名 就这个名 就这个名字 韩秀杰同志 著名的服装设计师 韩秀杰同志 不著名不著名不著名 是我姐 我姐天生丽质 四月在脸上没有留下痕迹 剧组里面的人都 现在都是00后90后80后都就是自己老子 我姐在这呢 那依然是顶梁柱 昨天晚上我下了这个下了火车 然后刚刚进剧组 第一件事就把上衣一脱 然后换一件上衣 裤子一脱换一个裤子 在服装间里边呢 呃 换上的适合我这个电影当中 爸爸的飞机当中的这这一个一个呃 刚退休的呃老书记的角色 那服装呢就是姐姐给我跳的 呃这姐姐给我跳那个服装啊 姐姐还悄悄告诉我说 买的都不是随便摊货 是有品牌的 但那品牌我估计也是人家贴上去的 哈哈哈哈 但是咱主要是还是要这个各种这个色彩啊款式啊 符合这个角色 符合这个角色 符合这个身份 是吧 符合演员 在里边这个这个情景啊 这些东西都要考虑到的 呃 关键是演员好 关键是演员好 坦率说在现在剧组里面 他年轻人的年轻 而且这工作没黑没白的 这个上了年纪是不是有点吃不消呀 您有这种感觉吗 我因为目前来讲嘛 那也不说年龄 我还没觉得有这些感觉 因为我一直在没停下的这种工作 不许说年龄 谁说我姐年龄 我跟她姐 根据姐现在的工作状态呀 我强烈建议退休年龄可以推迟到90岁 因为美国人八二多还争总统呢 所以为啥60岁叫我们退休 我也不想退 所以在这个戏里面我演那个老书记 他就有点那个劲头 假装 因为他是劳动模范成长起来的这个书记 业务能力很强 所以呢 他假装单位的时候不管了 你就问谁谁谁去 其实呢 他自己家里边惦记着说 这点事要我来 不就处理了吗 心里有点不服 所以这点小波兰小冲突 其实是蛮有意思的 增加了电影的这个粘合性 人和人之间关系的拴着劲儿就比较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这个有看点 我觉得又觉得斯曼娜老师来演的话 我就觉得你是很好的一个演员 真的呀 快快快 我一直不自信 我昨天我给完那个 我说斯曼娜老师 哎呀 非常潇洒 而且 而且人家就说 心态很平和 很睿智 对您是九文大名 确实是九文大名 一说你能来 我就说 哎呦 你还能把老师给请的来啊 我前几天还在 也在山东拍戏 我在泰安拍戏 泰安 还有苦戏 也一个老农民 我原来真不知道你是演员 我觉得你像是个主持人 主要是 我是做了很多年主持 对对对 演员我客创过不少 很多年 但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外行 然后是一个 昨天我看你和他们一交谈 我说哎呦 好演员 很自如 表演很自如 而且您这个 您的口才太好了 谢谢谢谢 那有幸跟您合作 有人有这种说法 您看说话成立不成立 你说一个真的好演员 好的演员 在生活当中 他可能 没有什么兴趣 跟人交往 甚至有点口吃 甚至有点木讷 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反应 但是到了角色当中 当剧本赋予角色 以生命的时候 他立刻就生龙活泻了 并且以 这个角色 他 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逻辑的那种方式 来崭新自己 所以这才是大演员 他们说像我这种 爱嘚瑟的人 根本就不适合大演员 不不不 我就觉得 你是非常潇洒 非常自如 而且很睿智 确实很睿智 谢谢 宅小区 住这房子多贵 原来他们说不贵 这个地方 我那也不是太熟悉 这多好 这后来是 因为房价的原因 07年以前 还是蛮平稳的 07年以后 逐渐再搞事了 现在估计 这房价能到多少 现在我 不好估计 你也说不好 不好估计 你看看 在北方的黄河边上 你看这种植被 这种大绿地 这种大草坪 还有这个湖 这得多少钱 那这房子在北京 可是不得了 天哪 在北京这天价了 在北京不敢想 在北京有个小河沟 都叫十一句 以前的房价 都不是太高 现在这些东西 就是后来 逐渐逐渐就足够了 您是怎么走上 艺术之路的 怎么就能当服装师呢 1982年干服装 那也太稀有了 我是也是一个机 一开始在建设兵团 建设兵团以后 就85年就能减散了 75年 你在兵团是 你在哪儿 在内蒙还是在 泰安索莱山林厂 在哪儿 泰安三师 山东建设兵团 山的还有建设兵团 三个师 真的我今天长建设 我也有建设兵团出来的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沈阳军区黑龙江 生产建设兵团 我们是山东省军区 山东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三个师 一师是黄河农场 那是一师 二师是七河农场 他下属还有一些 你所谓去的兵团 其实就在山东地面上 没怎么走出去 哎呀很辛苦 我们在林厂 我们是林厂 在林厂 林厂健康人台 那你小姑娘就干点 干点杂活 我们也抬不了木头 我也在林厂干过 哎呦 那全是健康人台啊 是吧 我那边有个果园 在果园里 五年 五年 哇 五年 但是也锻炼了你 确实 熟悉了中国农头 知道老百姓不容易 那一段想想吧 现在想想 确实哎呀 那时候年轻啊 现在就觉得哎呀 那么辛苦 怎么过来的 后来但对我们将来以后 走上这种工作的话 你就觉得没有什么苦的 你经历过了 你经历过了 我也有这种体会 就是咱们这个年纪的人呢 就有一种体会 说咱们那一代人 吃了那么多苦 现在生活当中 那小侧折不算啥 不算 哪有吃不了的苦啊 你有很 有很大 什么家务劳动 什么现在倒过垃圾 什么现在 承担能力啊 你各方面应对能力 都都提高了 而且这种 现在的孩子不一样 现在孩子没吃过苦 盯点大个事 现在孩子吧 也都是一家人 唯一一个孩子转 这是环境不一样 我们那时候 孩子多嘛 从小你就有 就觉得有担当 你家里 对对对 所以他用自理能力 腾担能力的强行 我好奇 您这个 年轻的时候 长得漂漂亮亮 没想到演戏啊 原来没漂亮 也做过演员梦 但是老是考不上 后来也和演员 沾边了 就巩俐见了您 那也是前辈大姐啊 对不对 那是 她那时候在 玉石学院那时候 没考上上了中西 泥萍见了您 那也是大姐啊 泥萍是神话 很多原因是挺熟悉的 是吧 因为我进这个 圈子进去走一些 您跟泥萍合作的吗 我跟泥萍合作的 她后来就叫中央台去了 对对对 她是不开戏的 基本上是 其他合作演员很多 那个专门演老太太演 特别善良老太太 前不久刚去世 那个叫什么演员 老太太专业户 苦菜花里面 苦菜花那个娘的 你说的是王雨梅吗 王雨梅 对对对 王雨梅去世 您跟她熟吧 我认识她 她山东电视剧电视剧 但她那个 张宝不是原来 翟建平吗 对对对 是那个团长 对对对 都去世了 应该是都去世了 王雨梅签不久刚去世 戏多好 戏好 她是演那个话剧 丰州之后出的 然后拍什么电影 也是好 好演员 好演员 山东有很多好演员 山东好演员 好演员 那个合作也挺多的 因为拍电视剧 就是画的演员用的多 对 你细细演员吧 她有那个台式一些东西 恰恰告诉我们 您觉得女演员里面 您的标准之下 最优秀的 不好说 不好说 那男演员里面 演的比较差的 也不好说 不凭着演员 但是演员呢 作为一个演员 也很不容易 说实实话 他有个天赋在里面 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 咱们光看 他光线了一面了 他还有很多 很辛苦的一面 你什么戏 你得拍 冬天你再冷 你也得拍 让你下水 也得下水 但是演员 你得有那个 咱说基础的东西 光备胎词 一般人也备不了 对对对 是不是 我认识这些老演员 他们说 最麻烦的 被他词记不住了 你想呢 有时候我们都现场 给念也得念一会儿 人家哗哗哗起遍 就过来 说这个也是 就是吃这碗饭 老天爷赏饭吃 人家记得住 有些演员呢 有个秘密 就是说呢 你单独记一堆文字 你不好记 但是呢 有上下文 然后有人物关系 有情绪冲突 有走位 这样呢 这个词呢 是在关系当中 建立起来的 当时嘛 我跟他们说 我说你们怎么 背词背这么快 他说我们不是死地硬背 我们先看这个 前后的衔接 内容 就是整个的这个 内容的这种连接 理解了他 然后呢 这个词呢 就顺你声张了 我们是 我们要一看 就是肯定是按词死地硬背 我们说演完这些晚饭 也不是太好吃 我想问 您这个 一直做幕后英雄 像这样的 接受采访 多不多 不多 我从来不接受采访 不接受采访 也没人采访我 那今天您是破例 我很荣幸 但是最后不拨 毕竟你年龄大了嘛 年龄 你老是自己年纪大 你不说年纪 谁知道你年纪大呀 这事儿 大家不许知道 我姐年纪大 我姐比我大五岁 你想想 但是我姐 这气质 这风度 这反应 还有呢 祈祷摊黑色 剧组是把女人当男人用 男人当身后用 这都是这个剧组里面的词 累死了 但是姐姐身体也好 适应 第一 女同志干这一行 你要有一个能离开的家 你顾不上家 我们一年那时候 有时候在家待不一两个月 再一个你得有个好身体 剧组是没有规律的 没早没晚 没假接日 没有礼拜天 而你要负责任的话 要全身心里投入 你一直在剧组是个工作状态 对对对 你不能你从内心来讲 你也就是说你提子神 那有样也有样好处 就是说你也在这 一是快乐的 在一个你实际上调动了 就是调动了你的身体技能 对对对对 所以心情和身体 经济时好了 人可能就老得快点 老得慢点 在一个剧组里边 很少有人去采访 孵化道灯光师 所以在我们爸爸的 制飞机这个电影当中 我们韩大姐 这么大一个佛装大腕 来参加我们这个节目的拍摄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幸 祝姐姐健康美丽快乐幸福 谢谢您 好 哪天发给我外探 我是什么样 好嘞 好再见 谢谢你 你真厉害